还有它的阶段、洋溢 包括它的生产者是谁 以高规格科技化系统经营 并将各个品系平苗贴上条码 以电脑化追踪其生产履历 用企业管理模式 让潮州这家永红蓝叶的蝴蝶兰 成为台湾外销主力 组培平苗约占全台总产量的十分之一 连花卉大国荷兰都来下单 我们永红蓝叶目前所生产的主要的业务就是 兰花蝴蝶兰的组培平苗 我们目前所生产的数量 大概是一千两百万颗 占台湾的大概九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我们目前最主要的业务在遍布欧洲 包括韩国、日本、美国 还有一些俄罗斯新兴市场 需要走苗的国家 未来我们也想要往一些 值得开发的市场再继续往前进 由于今年许多国家纷纷加入竞争行列 业者该采往其他市场拓展经营 并将战力放在育种 提升台湾种苗的Q市几亿竞争力 我们现在在整个生产上面 已经被荷兰超过去了 但是我们现在台湾依然是 蝴蝶兰的品种育种王国 在台湾每一年有非常多新的品种诞生 也就是说台湾在新品种这一块的竞争力 还是非常的强 永宏蓝叶总经理林俊腾强调 在台湾兰花产业中 蝴蝶兰种苗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企业已培育优质的种苗 让育苗者成为支持台湾兰花产业 不可或缺的角色 也展现台湾的育种实力 永宏蓝叶非常荣幸的是 能够受到欧美客人的肯定 所以永宏生产出来的品苗 包括品质 每个月的教程都非常的稳定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帮欧洲的厂商来做代工 而且数量一年比一年增加 企业化经营的永宏蓝叶 以发展台湾兰花产业为主要目标 除了设点屏东 也提供在地青年及外配族群许多就业机会 包含潮州当地的外籍妇女 或是临近来一乡的青年朋友 只要肯努力都能成为战力之一 公司员工目前来讲总人数是150人 那原住民跟外配的比例都占了大概都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并没有说 我们在挑人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说 我们一定要选择哪一个种族 或者是哪一个群组的一些人员 因为只要肯工作 只要想要来我们公司工作的人 都可以进来我们公司 这个公司的福利制度什么都还算不错 都很好 对啊 然后再如果说不想要出去外地工作的话 在这个地方工作对他们来讲 应该是蛮近的 然后也可以照顾到自己跟家人这样子 在我们兰花这个产业 尤其是我们主陪的工作 我们需要大量的人力 那我们也非常希望 能够多运用在我们这个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大家一起生活的这些同胞 所以在我们公司也有非常多的外配人员 包括我们原住民朋友在我们公司的上班 而且成绩的表现都非常的好 林聚团强调自己的梦想 是经营公开化的企业农业 而非以往许多兰花公司 是家族经营模式 因此期盼有更多对兰花产业 有兴趣的人才加入行列 让产业有序经营 我当然希望了 因为在台湾有非常多兰花公司 是属于家族企业 那我非常希望把公司经营成 是属于一个公开的公司在经营 那我也希望除了这些 对兰花有兴趣的之外 也包括对经营这个事业 有兴趣的人才 各方面的人才都能够进到我们的公司来 我希望能够让公司永续的经营下去 让这个产业美的事业 不断的传承下去 台湾兰花有研发新种的能力 能保有产业优势 而许多世界大国都一彩企业化生产 台湾农业法规却过于保障个体户 政府应思考做适当调整 以提升农业竞争力 让这外销典范摆脱现行框架 创造更多可能性 肥东旬不一听张志豪采访报道